跑車 然後也會去台中的地保賽道 去那邊跑車 先拿手術刀的外科醫師 那下的班是 嗯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新京時尚美學診所院長 劉佳寧醫師 劉佳寧醫師 院長平常會去進修嗎 最後一次進修是上什麼課呢 會的喔 最近是進修是參加Q加音波的研討會 還有Mint神力拉提的研討會 院長們出去是什麼呀 就是抽籽啊 沒有啦其實我偶爾下班我會出去 跑跑車 然後也會去台中的地保賽道 去那邊跑車 到底幾歲啊看起來好年輕喔 現在已經是不貨之年了 院長以前加入燒烤店好厲害喔 那個其實是家裡面的人開的 那有時候我下班就會去幫幫忙 那以前的同事啊朋友就會笑說 我是白天拿手術刀的外科醫師 那下的班是拿料理刀的廚師 院長為什麼會改名字呢 其實港星劉佳麟的名字非常好記 那再來就是最近疫情 大家一直要說 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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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把名字改成劉佳麟 手術累積已經多久了呢 目前我的臭質手術已經累積了 大概12年的經驗 那手術的安力已經超過5000例 但是如果是以部位來算的話 已經超過1萬例 那至於自體脂肪瘋胸的部分 已經是破千例 有抽脂 有抽其他手術嗎 我只要都做與脂肪有相關的手術 像自體脂肪瘋胸 自體脂肪瘋臉 甚至男性女乳症 我都有在做 像被深刻的客人嗎 印象比較深刻的話 就是兩極化的病人 不是太胖 不然就是太瘦 那我有做過超過100公斤的客人 那抽脂抽過3萬cc 那至於比較瘦的客人的話 就是體重30幾公斤 也幫他做到自體脂肪瘋胸 網紅都是院長的朋友嗎 其實像很多網紅啊 youtuber都是蠻好的朋友 像酒妹啊 豐男 甚至孫生都是我蠻好的朋友 那也有客人的朋友 像是雪碧 會的喔 會固定去跑跑步 然後甚至去游泳 然後也會去健身房 動一動 所以保養過醫美嗎 我會做一些微整型 那至於皮膚保養方面 我會做一些皮秒 甚至海肺秀的水肺縮 那至於皮膚拉體的話 我會做電波跟硬波 年輕好時尚喔 這是個好問題 我的衣服都是我老婆幫我準備的 因為老婆我想要當醫師啊 其實家裡都是醫師四家啦 像我爺爺我父親其實都是醫師 所以從小就一直被灌輸說 長大一定要當醫師 你非常喜歡吃什麼料理呢 我喜歡吃肉 因為我對海鮮會過敏 那對粉絲們想要說的話 感謝大家對新興的支持 讓我們一直以來有穩定的成長 那也謝謝各位 跟自己的家人 甚至朋友分享一些變美麗的過程 那也可以請大家來診所這邊 讓我替你規劃 美麗的一些療程 那我們診所方面 現在已增進了一些新的儀器 像鳳凰電波 Q加音波 甚至生肌減脂儀 也可以請大家來多多的體驗 想了解更多的醫美相關資訊 請記得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